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云霏 嗨 大家好 我是淳安 嗨 大家好 我是荣斌 好的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说过 我们想要把已知的运动模型做一些修正 看看可会变成剪斜运动吗 那那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做了好多种 然后只剩下圆周运动还没做吗 对喔 好 那各位看一下 我现在手边有一条棉线 底部放一个螺帽 然后我将把它这样旋转起来 诶 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 运动运动 运动运动 你们手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条棉线 跟一个螺帽 那跟老师一样把它穿过去 好 一样把它旋转起来 好 那旋转起来的时候 各位可以用不一样的视角 什么叫不一样视角 就不一样的角度 去看它的运动轨迹 那你们看看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形状产生 那你们把它画在你们的画板上 那给各位两分钟的时间 这样OK吗 好 那我们就开始哦 大家都画得差不多了吗 好 那我可不可以请各位分享一种就好了 分享一种就好了 然后依序就是存安仙 然后再来是云平 再来是龙斌 分享你们看到的轨迹形状 好不好 那存安仙 我就是看到圆形啊 可是我看到是椭圆形欸 那我讲一种你们还没讲过的 我看到是直线 你们可不可以把画板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看一下你们画的 真的你们画的好像不太一样 那你们是用什么样的视角 看到这样的情况 可不可以依序分析一下 分享一下你们看到的视角 到底是什么情形 看到这样的情况的轨迹 那存安仙好了 我是觉得不管什么视角 都应该要是圆形啊 这不就严重运动吗 没有吧 你看 要从正上方看才是圆形啊 如果从旁边看的话 应该是椭圆形 你看这样有瘦的 还有胖的 对吧 好吧 椭圆勉强 可是你说你看到直线 我觉得很扯 那要不要请龙斌说明一下 你那个直线是怎么样看的 就你从侧边看啊 这样可以看出来一个直线吧 谁会这样看啊 好吧 有一点点勉强 好 那所以我终整一下 各位看到的情况 你们是不是从正上方看到 会是个圆形 对不对 然后从侧边 侧上方看 可能会看到一种胖椭圆 或者是瘦椭圆的情况 就是椭圆形 好 那最厉害的就是龙斌 他是从侧边去看他 正侧边去看他 会看到什么 直线对吧 好 那回想一下我们刚才的 回到全面的主题 我们是不是在想说 想要把运动模型 转换成减弦运动嘛 减弦运动是直线的嘛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把圆中运动变成减弦运动 要怎么去看待它 比较容易变成减弦运动呢 应该是从侧边看 也就是从侧面看 就可能有机会变成减弦运动 对不对 好 那今天这样学习 各位清楚了吗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那这样OK吗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